鳳山有得天獨厚歷史人文地理的條件 鐵道主題的特色公園 港口運輸會不會特色、軍事特色 讓公園成為孩子的樂園 接下來的主題是讓公園成為孩子的樂園 其實我一直在主張說 特色公園這樣的風潮逐步催進台灣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經過好多議會同事的共同努力 我們在前幾天也通過了兒童表役拳入法 讓未來的公園改造、新闢 都可以讓公園成為孩子的樂園 讓孩童可以參與未來公園各項改造的機會 那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我會提這樣的主張 主要是因為國外風潮已經非常流行 我們看到英國肯興頓公園 有匹德班海盜船主題的公園 這樣的造型是孩子們非常熱愛的 那也有在日本大阪城子宮天守閣 他用這種城牆的設計規劃 讓孩子在玩的時候有工程的感覺 享受古代歷史那一種情境 這是在日本大阪的案例 那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鳳山有得天獨厚歷史人文地理的條件 底下這個結合港口運輸會規特色這個部分已經逐步成形 這是在公十二 因為市地重化關係有這樣的平均地權基金可以支援開發 那我們跟養公處的團隊在公聽會過程做了很多討論 也讓這裡的公園未來是朝向貨櫃主題 讓這個高雄港口意象可以在公園來展現 讓市民朋友讓觀光客讓在地的孩子們知道說 其實高雄所代表的是一種海港的文化 用貨櫃來呈現公園 那其實呢除了這裡以外 我自己也有想法就是覺得說 台鐵高雄機場這麼一大片的綠地 即將要進行整個重整 這裡可能有商業區有住宅區有停車場用地等等 又保留公園用地 既然這裡過去是台鐵的停放區 那我們這裡未來的期待 就會是一個鐵道主題的特色公園 另外呢 其實在鳳山也有這個明德訓練班 海軍無線電信所 過去的時候在二戰時期 這裡的訓號直接通東京 這裡是高雄南京基地 所有軍事的一些訓號從這邊打出去 所以這裡有保留很好的軍事特色 那這裡周邊有很大規模的這個市地重畫 未來我也期待 這裡是一個軍事特色為主題的特色公園 我們看下一頁 這裡呢我們一個一個來談 公十二貨櫃主題的特色公園 現在呢 這個右上角這個是 目前設計公司做出來模型的這個設計圖 一看到就覺得非常賞心悅目 很多孩子一定很期待來這邊玩 這個用貨櫃搭造起來立體的特色公園 都會是未來高雄在孩童的成長 跟觀光形象一個很重要的亮點 那這裡呢 因為這樣變更設計 和我們這樣地方倡印之後呢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原本的預算可能要三千多萬這樣 但是這樣設計完之後 可能會需要多一千萬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這個地政局局長 平均地權基金 有沒有辦法再增加支援 這部分所需要的費用 請地政局陳代理教長答覆 好 謝謝主委 謝謝林議員 那這個公園它是在重劃區內 對 依照法令規定 如果政策上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在法令規定裡面 它是可以支援的 好 謝謝這個局長 那請教的市長 這部分有沒有辦法支持 讓它預算補足 讓這裡 請市長回答 請楊代理市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剛剛我們地政局的代理局長 已經提過了 在法令上可以允許使用 平均地權基金當然是可以支援 好 謝謝市長 這個答覆非常正面 代表地方民眾的期待 向市長表達感謝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這個是在新北投車站 它也是附近長安公園裡面 它百年老車站 這裡就是因應它當時歷史的發展 打造這個鐵道主題的特色公園 你看還有火車啦 車站的這種載體的意象 看起來就很可愛很療癒 很多孩子很喜歡去這裡玩 所以我也期待說 未來台鐵高雄機場 我們看下一頁 它這裡非常重要 它這裡其實是連結了前鎮 林雅跟鳳山的交接處 未來這一片綠地的發展 就會是一個可能接下來 大家會眾所祖名的一個焦點 我希望這樣的空間打造 也可以把它納入到整體 衛武營國際文化特區 整體發展的大區域大範圍來思考 把它打造成鐵道主題的特色公園 透過一些行政的手段 請中央來做協助 那這部分我知道說 現在已經開過第四次的這個都審會 那我想要請教都發局 可不可以在第五次都審會的時候 把這樣的鐵道主題特色公園 提到這個第五次都審會裡面來討論 請中央未來來協助這件事情的落實 請都發局來回答 請都發局書代理就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事實上他已經經過四次的專案小組審查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我們這個裡面留了五公頃的鐵道 鐵道保留下來是公園用地使用 剛才議員提到的意見 我們請台鐵局將議員的意見 納入怎麼保存整個鐵道的一些公園的特色 納入我們的都委會來審查 好 謝謝局長 好 那接下來的第五次會議的時候 請你們納進去 未來成為一個地方需要建立的事項的項目裡面 好 看下一頁 好 再下一頁 好 那剛剛另外提到這個軍事主題的公園 我們知道說這裡是93期的四地重畫區 周邊現在要進行重畫市場要簽建等等的 那這裡也有這樣的公園保存區 兼公園使用 這是都發局提供的資料 那我想請教 如果這樣的概念呢 要怎麼樣可以落實在這個政策推行裡面 是不是這個可以請都發局長回答 請都發局書代理就要答覆 軍事主題的特色公園 因為這塊保存區 它本身是保存區兼公園來使用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它可以來做公園的使用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要請 請跟金貝局跟我們養工部大陸來討論 這塊怎麼樣來塑造剛才議員所提到 這個所謂有軍事特色的一個主題公園 目前還沒有提出這樣比較細項的 甚至我們文化局委跟NARU來一起來做 做討論看怎麼樣把這一塊 既有歷史日記時代開始留下來的 就讓海軍的一個電信訓練手 把那個特色把他留存下來 就讓它這個地區有一個特色公園的產生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那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這樣軍事主題的案例 不是我們憑空想像 憑空提出來 在這個平鎮 有雙連坡碉堡公園 還有這個國防砲震地公園 這些都是用廢棄營區進行改造 用碉堡主題 還有進行一些爬竿高牆高跳台 一些障礙闖關的設計 都讓孩子在公園玩樂的同時 他是在享受學習的過程 當然還有在台中的神鋼 我們看下一頁 神鋼駿前的仁愛公園 它這個是用空軍主題 所以看到有空軍的停機棚的設計 還有那種跑道的感覺等等 這些其實只要運用一些巧思 找到地方的特色 都可以在公園開闢的時候 進行進一步的一些規劃 當然我們看國外案例 還有英國皇家空軍博物館前的廣場 還有用飛機打造的各項的攀爬設施 遊樂設施 這些視覺看起來應該都是比現在很多罐頭遊具好很多 所以其實這些才是會真正吸引當地的孩子們 遊玩跟觀光客來到這裡 享受我們城市建設一個好的空間的環境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剛剛就問國都發局 我想請到地震局 那周邊這些的重劃區裡面 一樣是有平均地權基金 那有沒有空間可以來進行 支應這邊的什麼樣的開發之類的 請我們地震局陳代理教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遠 因為現在所談的這個明德訓練班 這個無線電訓訓練所 不在我們93期的重劃區內 所以跟剛剛那個公園 在法令試用上是不一樣的 它是在區外 所以未來這裡的 假設要做特色公園 它的經費來源會是在國防部 還是地方政府可以支應 可能在平均地權基金這一塊 就依照法令沒有辦法適用到這裡 那如果要做的話要怎麼做 那大概可能尋求看其他中央的經費 或者文化局那邊看有沒有 其他中央部位可以支援 因為在重劃平均地權基金的支應方面 在法規上面它是有規範的蠻嚴謹的 區內跟區外那個屬性是差很多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然後請教一下楊市長 這樣的概念這樣的想法 你是不是支持 那未來可以怎麼樣把它納入計畫來進行推行 請市長回答 請楊代理市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志宏議員 那當然有一些在平均地權基金 可以支援的這些公園公共設施的開闢 那我們地震局這個平均地權基金 大概也是責無旁貸 因為適用在這個土地開發的這個範圍內 那如果不是在我們平均地權基金 所能夠適用的 那麼我們全管的機關 它要開闢的時候就必須會有籌措的經費 會有經費的來源 這個時候到時我們市政府就會一併來考慮 那至於開闢的內容就像剛剛所看到的 我們要跳脫以前有一些罐頭式的 這些組合郵具 包括像有一些共榮式的 或者是特色 或者是有一些主題 都必須要融入 那現在我們議會也已經修正通過 所謂的公民參議 不限於那些成年人 因為這個幾乎都是共榮式的話 包括小孩子也會使用 所以小孩子的意見其實是很重要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尊重兒童的需求 請聽聽他們的聲音這樣 好 謝謝市長 那至於這個區域周邊的一些發展 在起很多費心 未來這個特色公園 不論是這裡或者其他地方的打造 都希望公民規劃的時候 依照當地的一些歷史人文故事 當作的主題來發展 才會讓每一個地方的公園長得不一樣 玩得不一樣 孩子的開心程度也不一樣 謝謝市長 教會送你 我們可以跟他們應該講 一下 來吧 我們去前面